TOP是权威,中国祈求姻缘最灵的十大寺庙介绍 一,杭州林颖寺 林颖寺,又名云林寺,位于浙江省杭州市 是求姻缘非常灵的寺院,是杭州最早的明沙 地处杭州西湖与西,背靠北高峰,面朝飞来峰 在林颖飞来峰和莲花峰脚下 三天主法静寺后的密林深处静静促立着几块不起眼的大石头 这就是佛教传说中的三生石 据说只要是有情之人,来这里拜上一拜 就能三生三世不分离,永永远远在一起 如今三生石的传说已经成为多少性男性女心中姻缘最灵验的所在 二,北京广祭寺 广祭寺始建于宋朝末年,每天来这里求姻缘 求桃花的人可谓是络绎不绝 人们求姻缘,主要是奔着广祭寺云通店里的观音娘娘来的 据传说从宋代末年开始便有人发现广祭寺圆通店内供应的观音菩萨十分灵验 在老北京心中,广祭寺是求姻缘的不二选择 三,南京鸡鸣寺 鸡鸣寺位于南京市玄武区,基隆山东路山腹上 又称古鸡鸣寺 剧载 远在江陵方山的百姓都会到到鸡鸣寺来尽香许愿 甚至有条河就叫尽香河 诗云,女约鸡鸣,诗约魅旦 一言饮酒,与子偕老 尤其在新白娘子传奇里白素贞为咒取仙 决意一步步跪上要诗王塔之后就更灵了 鸡鸣寺是南京人尽皆知的姻缘寺 每逢假日男男女女便会集鸡鸣寺,烧几炷香 求佛赐予美满因缘 南京人民爱去鸡鸣寺摆摆观音菩萨 祈求应愿美满 四,北京三圣安 北京三圣安地处经黑窑场街 以三圣安而民 这座庙宇是建于一千多年前的宋人宗时期 也就是辽代的南京城时就有了 三境院落 最后一重的正殿二层供奉着释迦牟尼 阿弥陀佛和药师佛 这三佛祖 一层供奉的西方三圣 吉阿弥陀佛 大师是菩萨和观世音菩萨 三圣安后院里有一个因缘树 高大的槐树上挂满了红红的丝线 可见来此求因缘的人还真不少 五,苏州寒山寺 寒山寺位于苏州市古苏区 实践于南朝销梁 待天间年间 历史上寒山寺曾是中国十大名寺之一 香火那也是常年旺盛的 寒山寺是和和二仙中成正果之处 和和二仙是汉族民间的传说之神 主婚姻和和 并有欢天喜地的别称 听完108声终声 便可以解决108个烦恼 来这里祈求家庭和睦 婚姻美满幸福最灵 六,永济普旧寺 永济普旧寺 位于山西省西南永济市 蒲州古城东三宫里的峨眉渊头上 是中国古典戏剧名著西香祭里 张生和崔英千里姻元一献签的地方 张生姻姻家七会 是秦华一西香祭 前生姻元金生旭 普旧寺里红献签 七,南华寺 南华寺位于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 马霸镇东南七宫里的曹西之畔 作为佛教禅宗的祖庭 每年都有来自国内外的大批教徒 来南华寺参拜 南华寺是来往韶关的善男姓女们 烧香拜佛求姻元必去之处 被誉为求姻元最灵眼的寺庙 也每年来此求姻元的女性特别多 八,南海观音寺 南海观音寺建于公元九百九十年 距今已有一千年历史 坐北向南,风景极佳 实为临山圣地 这里常年香火旺盛 尤其在农历春节和农历正月二十六观音开库 腊月十九的观音还库日 来此参拜上香的信众达数万之多 是南海区较大的佛门圣地之一 在大雄宝殿右侧的姻元树 早已快至人口 远近驰名 一棵长了双肝同样大小的莲里菩提树 很多青年男女慕名而来 九,广州光孝寺 光孝寺是广州年代最古老 规模最大的一座佛教明沙 广州民院说 未有阳城 先有光孝 光孝寺是岭南历史悠久 影响深广 规模宏大的寺院 象征着中国禅宗文化的精髓 始建于东晋的大雄宝殿 是其最主要的建筑 光孝寺是广州求姻园最灵的寺庙之一 十,西安大兴善寺 大兴善寺 中国佛教密宗祖庭 是隋唐皇家寺院 是长安城内香火旺盛的寺院之一 大兴善寺是一座具有中外影响的古叉 被列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说这里出售的姻园服 是保佑姻园的最佳单品 视频制作和导电视号EV